大家好,我是美宝 最近原谅宝事件闹得沸沸扬扬 这是一个将色情网站上的视频和照片 来和女性照片做匹配的软件 开发者声称已经在全球识别了 十万名疑似从事色情职业的女性 并声称对美颜、换脸、声音语气的识别率高达百分之百 科技本身不具备道德 所以掌握技术的人员最基本的底线 应该是不用告于普通人的知识和技术 来侵犯剥削我们普通人的权益 而原谅宝完全是对他人隐私的侵犯 面对质疑,原谅宝的开发者声称 偷拍、迷尖和自拍会和性工作者的视频分开 这里我想说,把偷拍和迷尖的信息放进数据库 已经是很无耻了 而且这根本是不可行的 有网友反问 一个性工作者也可能被偷拍 还有被迫拍下不雅视频的 还有被男友报复恶意上传的 这将如何区分 为了上线 开发者又强调 这是帮助可能被偷拍并上传不雅视频的女性开发的软件 显然 她只是在为自己的行为洗白 但是无论怎样洗脱 都无法改变 这个软件已经存在 并且很多人参与了测试的事实 这实在是太可怕了 作为女性 我并不想用最坏的恶意来揣测这位开发者 但是 什么人会幻想着自己的爱人是特殊职业的从业者 并且如此公然的贬低女性 标榜自己是老实人 越是标榜自己老实的 恐怕心机越重吧 这个APP的出现并不能改善所谓的男女关系 甚至会让女性感到危机 这是极具社会危害性的 无独有偶 美国一名自称阿尔贝托的程序员已经开发出了一款应用 只要有一张女性的头像照片 通过神经网络技术 APP可以自动显示该女性的裸体 该软件基于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研究者 开发的开源算法 并用了一万张女性的裸体加以训练 开发者说 之所以用于女性是因为女性的裸体图片 在网上更容易找到 这个APP同样是无耻至极 女性在网络上将失去最后一丝遮掩 技术没有善恶好坏 但是仍有 而这些偷拍色情产业最后的消费者是谁 难道不是那些自称老实人的人吗 如果女性被持续地误化 污秽化 那么那些害怕变成老实人的人 都将成为接盘侠 作为女性 我希望大家加强自我保护意识 谨慎地保护自己的隐私 不要接受异性的无视先殷勤 这个世界上没有那么多免费的午餐 对方在企图什么 你真的毫无察觉吗 无论对方怎样的甜言蜜语 都不要发送和答应拍摄不雅视频 无论一个男人当时有多深情 也没有任何的东西可以约束他 日后不变心 对于男性 我相信大部分网友是理性的 如果你要试探自己的女友 是否是特殊职业 说明你本身就不信任他 趁早和他分手吧 没有一个女性会接受自己的爱人 如此怀疑自己 男性和女性并不是对立的 而是相辅相成的 每一个男性都有母亲姐妹